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金钱树 虽然说金钱树叶片发黄是最常见的事 那么我们想要解决这些叶子发黄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找出是由于什么原因允许这个叶子发黄 这样才能有效地把它救治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三个原因最容易允许金钱树叶子发黄的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盆金钱树它也是出现了叶子发黄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允许叶子发黄的呢 第一就是长期切水 在这个气温比较高水分蒸发的比较快 而且气温也比较温热 这时候我们养护金钱树都会减少浇水量或者是浇水的次数 从而就会导致金钱树切水了 让土壤充分的释收到水分饱和 才能促进根部正常生长 第二光照不出 不少花友都喜欢把这个金钱树摆在室内养护 因为室内的光照条件不好 在阴壁的环境生长就很容易使这个叶片发黄 解决办法在早上或者是半晚的时候 把它搬到室外去给它释收下光照 同时也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阴凉 这样就能让它正常生长了 第三点长期切肥 因为在这个夏季也是金钱树的生长期 只要我们营造好蓄雨的环境 它生长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在土壤中的营养跟不上叶子也会缺少叶粒素的形成 从而也会导致叶子发黄的现象 解决办法 因为是它的生长期 它所需要的养分也是非常足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塑胶复合肥给它适用 这种塑胶复合肥它释放的养分也比较快 刚好满足金钱树的所需求 我们适用的话就要根据盆内的大小沿着盆壁给它适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不会导致它长期切肥而导致叶片发黄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金钱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